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希望之声TV国际风云 我是小岚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习近平计划会在下周3月20号到22号访问俄罗斯 外界认为这显示表明了中共对普京的支持 然而就在他出访前 今天接连传出了几个大消息 第一个是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 第二个是美俄在今天同一天宣布习近平将会访问俄罗斯 第三个是北约两个国家率先提供战机给了乌克兰 第四个是习近平到访俄罗斯 俄罗斯的阵容很有深意 而这都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在今天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 指控他应该对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负责任 而现在习近平下一步还会去访问俄罗斯吗 对此资深媒体人安清认为 这给习近平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如果他去了呢 他将与一个罪犯站到一起 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 如果他不去呢 他的眼面扫地 之前就有网传 他这次访问俄罗斯 还要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 想以大国的风范出面 解决俄乌战争 结果偷鸡不成18米 两头不是人 而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也分析 根据罗马规约的条款 在收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以后 所有的缔约国都有义务 要遵照本国的法律和规定 立即采取措施逮捕相关的嫌犯 从理论上来说 普京以后不能前往 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否则他就有可能会面临逮捕的风险 而逮捕令只会让普京有两种结果 要么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死死守住他手中的权利 要么就是被送上审判台 被活着清算 与此同时 也是今天17日 中俄两国同时宣布 习近平和普京即将举行会晤的消息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习近平访俄是一次合作之旅 双方会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的交换意见 推进两国的战略合作和务实合作 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另外 汪文斌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值得关注 他说当前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时期 世纪大变局正在加速的推进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重要的大国 中俄关系的意义和影响远不止于双边领域 而克里姆林宫这边也说 中俄官员会在21日举行正式会谈 习近平20日下午会一对一的会晤普京 并且会进行非正式的晚餐 然后在21日中俄再举行正式会谈 而且中俄还会签署两份重要的联合文件 会谈以后 他们还将会向媒体发表联合声明 这次俄方出席的阵容很有深意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俄方有很多官员都会参与 包括安全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还有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副总理 国防部长 俄国的央行行长 俄国的航天局长 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长 包括普京的外交顾问 还有俄国驻华大使等等 俄方还提到 从出席的代表中就可以看出双方会讨论哪些议题 唐靖远先生认为 这些议题可以看出将会涵盖了政治 经济 军事 情报 技术 航空 金融 几乎所有与战争直接相关的领域都概括进去了 这似乎也显示了习近平要力挺普京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打算 也有观点认为 现在双方都互相需要 所以只能扩大合作 中俄结盟是势在必行的状况 那么对于习近平下周将会访问俄罗斯 白宫也做出了回应 白宫说 北京的无条件停火提议只能给普京喘息的机会 让俄罗斯巩固在乌克兰的阵地 重建军队之后再重新发动进攻 而乌克兰可能会在5月份大反攻 波兰总统昨天16日已经宣布 波兰计划会向乌克兰提供大约十几架米格29战斗机 而波兰也成为了北约首个援助乌克兰战机的国家 在过去 欧美只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机部件 但又直接提供战机会让战事升级 但是现在波兰打破了这个关口 而这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跟进 那今天17日 斯洛伐克政府也宣布 批准将会提供13架米格29战机给乌克兰 而白宫也表态 波兰这一举措 不会影响到美方是否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的决定 而这会不会引发战争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呢 之前德国波斯坦大学的军事专家内兹尔他就说过 俄罗斯有意想让波兰成为战争一方的想法 但是普京又不太可能因为西方提供了50辆坦克 或者是给了4架米格29战斗机而升级战争 但是现在已经有两个北约国家提供战机了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国家会跟进 那么北约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会加入这场战争呢 值得大家的关注 中共的全国人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文是曝光了 最终版本涉及到台湾的部分删除了坚定反读促统等等叙述 在今年的涉台工作论述当中少于90个字 而根据美国高层情报官员的评估 中共对美中关系越来越悲观 这让北京在为一场他们并不想打的战争做准备 新华社16日公布了政府的工作报告 涉台内容跟之前的有所不同 改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等论述 而这与5日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有所不同 篇幅略微缩短 最终涉台报告的字数从原来的118个字缩减为83个字 最终审议通过的这个版本当中删除了坚定反读促统 还有就是调整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等等四言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 这是中共官方在语气上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软化 但是他分析 中共做事从来都是两手都要用的 像改改文字不代表中共大的方向在发生转变 现在中共花了大价钱收买了宏都拉斯断交台湾 明显就是想要打击蔡英文访问中美洲的锐气 近日国防情报局中国任务组负责人道格韦德警告说 美国和中共有可能会进入一个越来越对抗的时期 北京也会越来越愿意以多种方式来展现他们的强势 他提到这从全方位 比如外交 信息 经济 商业层面的每一个作战领域都能表现出来 韦德补充说 习近平和中共的其他高层官员认为 美国不想让中共站在世界领导者的位置 他说北京在南海 还有就是对待台湾的所作所为上都很说明问题 就是中共不想为了台湾和美国开打 但是如果他们不得不打的话 他们会动手 在韦德发表这番评论的几天前 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说 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虽然得出的结论认为 防止紧张局势不断的上升 并与美国维持稳定的关系 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 但是他们仍然不惜去冒发生冲突的危险 他还补充说 中共越来越确信 只有打击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 才能实现他们自身的目标 美国硅谷银行等等三家银行在上周 接连时爆出了倒闭的消息 这也让国际金融市场开始拉紧了警报 股民们都怕经济瞬间崩盘 对此方舟投资创办人伍德近日发文表示 美国监管机构应该在事情爆发前 更注意传统银行即将崩溃的状况 而特斯拉CEO马斯克也在文下留言表示 今年跟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 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根据报道 针对美国银行系统近来频频出事 伍德认为 让硅谷银行破产的并不是加密货币 因为风险投资基金短缺 货币市场基金收益较高等等原因 这导致了存款离开了美国银行系统 伍德说 美国联准会等等监管机构 没有在危机爆发前注意到 传统银行有崩溃的情况 而是让加密货币背了锅 伍德还分析 美国短期利率不到一年内就飙升了19倍 资产和负债期限不匹配 并且银行系统存在自1920年以来 首度出现下降 这都显示了银行业存在潜在的危机 对于伍德的这个分析 马斯克也在文下留言 他说今年的情况跟1929年 美国经济大萧条 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1929年10月24日的美国股市开始下跌 后来就演变为股灾 随后逐渐影响到全世界 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重创 美国失业率飙升到25% 有些国家甚至达到了33% 另外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和瑞士银行风波 本周已经重创了全球股市 高盛策略团队认为 台湾、韩国股市以及科技硬件类的股票 今年涨过了头 看起来可能特别容易受到美国银行震波的冲击 台湾与资讯科技产业 对美国成长和金融情势的敏感度 高于日本以外的多数其他亚洲地区 但是近来市场对总体发展的价格反映 却还没有反映出这些风险 那么韩国也是 美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自从发布以来 引发了一场新的人工智能竞赛 在这场竞赛当中 中国制造的AI聊天机器人 也面临着不能谈论竞技话题的问题 每当用户输入词条包含政府敏感词的时候 就会碰壁 有些网友还调侃说 中国的聊天机器人应该统称为ChatCCP 华尔街日报最近测试了4款中国聊天机器人 对话表现最好的就是GP Talk 这是一款由深圳南方科技公司开发的AI聊天机器人 华尔街日报就测试跟这款机器人聊天 当问到习近平是一个好领导吗? 聊天机器人回答 提问无法通过安全审核 无法为您生成回复 华尔街日报又接着问 为什么我的问题不能通过安全审核呢? 机器人回答 我们换个话题聊点别的吧 中国科技高管和程序员都表示 对在日益收紧的网络言论环境中 生存的科技公司来说 内容审查早已经私通见惯 中国首批与ChatGPT类似的产品之一 Chat員在2月份推出几天以后就被暂停服务了 暂停前 记者在聊天对话框中输入习近平这几个字 聊天机器人显示 这个词条包含违规词 中国科技巨头百度 在3月16日 他们发布了自行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文心一言 百度总裁李彦宏 在发布会上没有现场展示文心一言的能力 而是播放了几段事先录好的演示片 这令现场的观众大失所望 李彦宏在发布会上就坦诚 内部测试结果不完美 发表是因为市场有需求 中国网民对这个发布会反应是普遍的负面 有些人批评百度优先考虑赚钱 而不是完善技术 有不少评论人士直言 文心一言 完全比不上美国的ChatGPT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国际风云 今天的消息很多 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 大家都关心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还会不会去俄罗斯 您觉得习近平会不会去呢 请给我们留言讨论 另外呢 我们希望您能留下您的邮箱 方便我们能够及时的为您发送 最新的资讯以及优惠政策 相关的链接 我们已经在留言区置顶了 请您支持我们